为什么小时候要把 热烧娃娃摆满整个房间吗 是因为 因为小时候定做了 这个热烧娃娃 看了一下 女后节过了 儿童节也过了 不然就想说那 我找不到 找不到机会 赛娃娃给你们看了 结果就放着了 在昨天 昨天的时候 突然意识到 欸不对 5月5号 5月5号 5月5号好像 好像也是儿童节耶 没错 5月5号是日本的 子供节 所以 终于找到机会 跟你们炫耀一下 这是新衣装吗 哦 呃 被发现了吗 被发现了吗 他不是新衣装啦 就只是 逛街找到的 居家服 然后 然后想说 在比较 休闲的日子穿给你们看 这样 可爱吧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想要去 我想要去一下厕所 等我一下 哈啰 这样动起来 还是第一次耶 但 但 但身为一个 身为一个娃娃的我 能做的事情并不多 我 我 我连眨眼都不会 如果 如果 如果如果我会眨眼的话 那家伙应该会吓死吧 因为 他 他 他们很怕娃娃 可是 好像这种 眼睛不会眨的娃娃 他们就 他们就比较没那么怕 你们现在 算是在体验一种 灵异现象吗 后面的热烧会动吗 嗨 我的同伴 为什么其他只不会动呢 嘿 哈啰 跟我讲话 他不会动 你们确定吗 你们确定要其他只吗 因为我这只会动 因为我最可爱 你们要想想 我只是个娃娃 我不像你们细烧主播 小烧主播 在活在虚拟世界的人 那还是有点 有点 有点 有点游走在 危险的边缘 可是我只是个娃娃 这世界上有多少的人会对着娃娃 尻尻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有没有人因为对着娃娃 尻尻就被抓到警察局里面 是不是没有啊 难道说 这就是世界的真理 这个台 只有 只有热烧娃娃是可以射射的吗 只有我是可以射射的 我是最强的那一个 我是最强的 只有我可以射射 因为射射我不会犯罪 射射热烧娃娃 我会犯罪 太厉害了 太神辣热烧娃娃 我想要 我想要学学看 我 我看一下 我Google看一下 要怎么卖色 哦 要这样 嗯嗯嗯嗯 好 总之要先把衣服脱掉 总之 要先把衣服脱掉 那 我们试试看 脱掉了 这样子会不会很射 这样会不会很射 这是 这个台没有出现过的射情台 这样会win吗 这样会win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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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如果她的牌被变掉了 那怎么办 那可不得了了 就这样了 我不可以给你们看太多了 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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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危险了